營養價值最高的水果,頭七位,Top 7 你今天吃了沒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每日吃水果的習慣呢? 如果有的話,我就要恭喜你了 因為水果對身體好處多多 吃對的水果不僅可以預防疾病,增加身體抵抗力 還可以越吃越年輕 今天,梁教練就和大家分享七種營養價值超乎意料的水果 同時挑戰一下大家對水果的認識 大家有興趣知道的話,就要繼續看下去,不要錯過了 究竟哪一種水果是女士最愛? 可以美白淡斑之餘 還有抗菌、抗癌和抗糖尿病的功效呢? 檸檬 以中醫的觀點來看 檸檬具有清熱、殺菌、健脾、開胃 和化痰止咳的功效 除此之外,檸檬含有豐富的維生素C 可以美白並抑制黑斑的形成 而當中的維生素B1、維生素B2、果酸 不單止有防癌、抗膽護唇、調節免疫力、延緩老化 還有增加皮膚彈性等功效 如果感覺到喉嚨癢,快要感冒的時候 只要擠一些檸檬汁用熱水沖來喝 很快就可以舒緩喉嚨的不舒服和咳嗽症狀 而蜂蜜和檸檬是絕佳的組合 通常我們都以鮮榨的檸檬汁稀釋之後 再量加入蜜糖調和口感 創造酸甜的滋味 哪一種水果麻雀需少,營養俱全呢? 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擁有多種維他命 當中的維他命C可以提升身體的免疫力 而食士多啤梨的同時 亦可預防白內障 要知道眼睛之中的角膜和視網膜 是需要維他命C去保護 以免受到太陽強烈的紫外線傷害 士多啤梨屬於低卡、低納、低糖的水果 即使含糖,但都屬於天然的果糖 對於預備懷孕的婦女和初期懷孕的婦女來說 適當食用士多啤梨 更加可以出盡產前的健康 可以出盡開兒早期的腦部、骨落和脂水的髮肉 大大預防某些先天缺陷 除了以上的好處 食士多啤梨亦可預防心臟病、中風、不癌症、高血壓、便秘等等問題 哪一種水果是通便的好幫手呢? 橙 一提到橙,大家都會想起香甜多汁 夏天來一杯冰涼的鮮榨橙汁 確實可以令人身心舒暢、精神滿滿 的確,香橙的食療價值遠比我們想像的多 香橙附陷的纖維素和果膠物質 可以幫助大家出盡腸胃愚動 增強腸胃的消化能力 還可以幫助大家經常通便 日日排出身體的毒素 香橙亦都附含豐富的維他命C和維他命P經常食產 除了可以幫助大家增強抵抗力之餘 還可以降低血液之中的膽固醇含量 對於患有高血脂、高血壓或者動物硬化的人來講 就起到舒緩的作用了 除此之外,香橙的皮也有很高的食療功效 香橙的皮,性味甘苦,具有止痰的作用 並且可以幫助大家治療咳嗽以及食慾不振 當大家不想吃東西的時候 食一些橙就可以增加食慾了 究竟哪一種水果的果脂肪含量很高 但是可以用來減肥呢? 牛油果 牛油果一般給我們的印象是口感綿密 擁有清新的味道 吃一點已經很飽肚 可以幫助減低食量 是減肥人士的頭號超級食物 但是你又知不知道牛油果的其他營養價值呢? 不說不知道 牛油果脂肪含量高 但是當中60%是單不飽和脂肪 研究表明單不飽和脂肪 有助於預防心臟病和可以降低血壓 牛油果亦是甲、葉酸和纖維的極好來源 有益於心臟病和心血管系統的健康 另外,牛油果亦含有葉黃素和玉米黃素 有助降低黃斑病變和白內障的風險 除此之外,牛油果亦含有蛋白質 鮮食纖維和維生素A、C、E 亦都提供了甲尾、瘀酸素等等的礦物質 對身體健康好處多多 究竟哪一種水果是新潔石疾病的敵人呢? 西柚 西柚酸酸甜甜 相信大家都會對它又愛又恨 西柚營養價值高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西柚當中含有豐富的檸檬酸 而檸檬酸是一種有機酸 在一份韓國備料外科期行的研究指出 檸檬酸有能力增加尿液體積和PH值 從而產生不離於新潔石形成的環境 故此,有新潔石前科的朋友 可以吃適量的西柚或飲西柚汁加以預防 另一方面,西柚有益於免疫系統 因為西柚含有幾種維生素和礦物質 還提供了維生素B、鮮、銅和鐵 它們會在體內一起起作用 以出盡免疫系統的功能 雖然西柚的益處不少 但是以下三類人士就要小心食用 第一,有胃病或胃酸倒流的人士適宜食用 西柚未酸 有胃病的人士 如果過度食用西柚 容易令病情惡化 二,糖尿病者也要注意份量 西柚的味道偏酸 但是仍然有果糖 不要以為西柚無糖 而不知不覺增加了食用的份量 三,西柚和不少的藥物有互相影響的情況 說會加強或減弱藥效 因此服用藥物的人士應先諮詢醫生的意見 並且細閱藥物的標籤 究竟哪一種水果擁有生命之果、黑鑽石的名譽呢? 黑梅 在十六世紀的歐洲 已經有人開始利用黑梅的果實治療疾病 當時的醫生會將黑梅的果實燃磨成果汁 以治療歐洲人的眼睛或口腔之中的疾病 這種治療的方法已經被現代的醫學肯定 因為黑梅果實的確可以有殺菌的作用 而黑梅之中所含的葉黃素 可以防止眼睛視摸摸斑點的形成 同時亦可以防止止外光損害眼睛 在中醫的角度 黑梅屬於覆盤子類 微熟金、蒜、性溫 有液於肝、腎、膀胱經 黑梅是補充滿元素的不易之損 滿元素是人體形成結締組織的大功臣 對於強壯骨落有極大的作用 另外 黑梅中的抗氧化劑花青素成分 亦能抑制腫瘤細胞的生長 是抗癌的一大補品 究竟哪一種水果令醫生遠離你呢? 蘋果 一日一蘋果,醫生遠離我 這句大家都以熟能詳的金句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而的確,蘋果的營養價值高 是眾所周知的事 但實際有甚麼好處呢? 令大家對它愛不適守 蘋果是一種高纖維的水果 能夠出眾心臟健康和減肥 而蘋果之中的果膠 亦都有助於保持良好的長度健康 研究發現,經常吃蘋果 說有助降低患心血管疾病 某些癌症和糖尿病的風險 蘋果因為低卡、高甲、高膳食纖維 更符含衛生素C的特點 在日本是常見的減肥美容性品 蘋果入面含有多種多酚 可以增加肌力 減少內臟脂肪 此外,蘋果之中的膳食纖維 更有助減少三酸甘油脂的效果 脂肪含量愈高的人,效果愈明顯 而美國我開俄州立大學的實驗亦表示 健康的成人一個月持續吃蘋果的話 壞的膽固醇會大幅減少 亦可預防膽固醇積聚在血管壁 今天介紹的七種營養豐富的水果 不知你又吃過多少種呢? 雖然每種水果都包含著非常吸引的食用價值 但大家亦要注意 要控制每日食用的份量 如果過度攝取 反而會有反效果 最後得不償失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讚好 和分享給你身邊有需要的朋友 第一次來我頻道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以後有最新的教學資訊影片 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了 亦都歡迎大家加入我的頻道做會員 支持我的教學工作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 拜拜! 拜拜!